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调精养颜新中药 神威牌四五合计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来得晚我不怕 来得少我也不怕 神威牌四五合计养血调精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 四五汤 每天三只调精刚刚好 神威牌四五合计 你还在为年龄越来越大 却还一直单身而烦恼吗 扫描二维码 注册凡人游喜会员 或拨打热线电话8805-8805报名 重庆本地十年品牌 口碑保障 十万本地优质会员 百分百十名认证 高达80%的匹配度 总没有一个属于你 想相亲想脱单 就来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 专业婚恋平台 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能免费注册体验 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VIP会员 免费相亲 免费找对象 拨打8805-8805 还可获专业红娘的 一对一相亲服务 精准定位你的爱情 在重庆想脱单 就立即扫码 加入我们凡人游喜 婚恋服务平台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凡人游喜 她对自己的定位很特别 我的性格是钢铁子女 别人跟我聊天聊到一半 我不开心了 我就到她一边去 她是爱猫的暖男 初次见面 她的厨艺让女嘉宾赞叹不已 像这种会做饭的男生很加分 女嘉宾的个性异于常人 男嘉宾能否招架得住 你穿得有点土 你可以加入进来给我一锤 不要把妈起锤 到底是怎样的矛盾 让她无法接受 很不接受 温馨的互动 女嘉宾能否扭转男嘉宾对自己的印象 如果你希望我温柔的话 我以后会尽锁了 再展现我的温柔 关键时刻 男嘉宾又在纠结什么 对最后的选择还有一点点纠结 最后 赤脚表白的女嘉宾 能否打动男嘉宾 凡人游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 我是相亲特派员于翰 现在参加凡人游喜 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那于翰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女嘉宾 我们的女嘉宾给自己贴上了一个标签 她说自己是钢铁侄女 那平时我们是不是经常都听到钢铁侄男 很少听到钢铁侄女 那钢铁侄女到底什么样呢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已经直接到身边 都快没有朋友了 现在可能说唯一包容她的 就是自己最亲密的家人 那到底我们女嘉宾 是不是真的如她自己所说 这么直到可以得罪身边的其他人 那到底她今天来到节目里面 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 大家好 我叫朱立娟 年龄23岁 身高1米68 目前在厨地做商场服装销售 薪值三四千 本区交友女嘉宾 朱立娟23岁 身高1米68 纸业 服装导购 收入四千元 未婚 我的性格是钢铁侄女 比如说我很直接 有什么说什么 别人跟我聊天聊到一半 我不开心了 我就让她一边去 别人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问她有没有女朋友 然后她说她没有 我就来了一句 我都替你着急 因为我的性格得罪过很多人 但我也知道我的性格不好 大小小小脾气啊 就是一生气就比较喜欢发草 你家里吃了什么 要不要吃草 你又被打死了 家里面植物很多啊 你家里面植物很多啊 你家里面植物很多啊 不是啊 炉村嘛 这个花种树木挺多的 发不完 我为什么会导致我现在这个性格 因为我从小跟我奶奶长的 然后他们都很宠我 从来都不舍得打我 所以才导致我这个性格 特别的暴躁 然后钢铁之旅 大小姐脾气 当时第二段感情 感情的失败是因为我性格的原因 当时很喜欢我 然后因为我性格的原因 才导致结束的 有一次她约我出来玩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了啥 我忘了 然后我就来了一句 关你批事 然后就结束了 可能实在对我太好了 然后对我太容忍了 才导致我不懂得珍惜 我觉得我该收敛一点 也不应该太嚣张 既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那女嘉宾如今对于另一半 有着怎样的要求呢 我想象中的暖男是 对方的年龄是25 然后一米七八 性格温和 暖男 对我很容忍 但是也要有能力吧 就是那个可以赚钱养家的能力 就是不能太弱了 一个月的话 一万吧 有车有房 她都一个月一万了 还担心有车有房吧 女嘉宾的自我要求 一 希望对方年龄25岁左右 身高一米七八左右 二 个性温和 能够容忍自己 对自己好 三 收入一万以上 有工作能力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我们今天的这个女嘉宾 真的很棒 看起来 拐一桑桑的一个妹妹 一米露霸打仓腿 仓发飘飘的 一开口 在那次把我的黑道去了 我们这个妹妹 是个非常狂野的大小姐 因为父母家人都很宠爱她 所以从小到大 是大小姐脾气 一升起起来 她描绘了一个景象 要割草发树 可以想象一下 手拿两把镰刀 冲到田野里面 就一阵乱砍乱发 妹妹我真的要提醒你 咱们在大自然里面 不要去随意地砍伐树木 可能在乡村之地 如果是特别是 自己家的田地 也没人管你 这个城里 你要是去割这些花花草草的话 可能会被抓起来 同时呢 我也为今天的男嘉宾 捏了一把汗 她的包容度到底怎么样 她到底能温暖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够彻底地 包容你的大小姐的坏脾气 并且能够控制你 这种乱砍乱罚的行为 我们还要看一下 今天的乡亲过程 大家好 我是高兴旺 来自重庆 身高177 然后年龄23 我工作目前是IT行业的 然后刚好在实习期 可能实习完了之后 就工资大概7000到8000左右吧 本期这有男嘉宾 高兴旺 23岁 身高1比77 职业 软件工程师 收入目前是实习生 未婚 我很喜欢小动物 特别是猫 就我家里养了四只猫 因为猫猫就是一个很柔软 很萌的动物 然后每当我下班回到家 它就在门口等我 然后就感到很欣慰 然后心情都会 从比较失落的心情 瞬间就感觉很惊奇 然后非常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这个 与其他男生不一样的爱好 还有一个就是下厨 因为我觉得在外面吃 然后不要浪费钱嘛 一就是 二 然后就是感觉饮食安全 可能有点隐患 然后我就喜欢自己买食材 就做成自己喜欢的胃口 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做 如果她当我女朋友的话 就感觉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因为她想吃什么 我就会带她做什么 个性如此温和的男生 会希望寻找到怎样的另一半 对另一半的年龄要求的话 就是在23岁左右 然后身高1米65以上 然后身材的话 稍微苗条一点 最好是长头发 就有爱心 然后喜欢小动物 工作要求的话 就没太多的要求 就是稍微稳定一点 男嘉宾的作用要求 一 23岁左右 身高1米65以上 身形偏瘦 二 喜欢小动物 工作稳定 好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小伙子长得还是挺清秀的 而且个子也很高 跟我们的女嘉宾 从外形上来说 相当地匹配 而且小伙子是一个暖男 喜欢猫 爱做饭 那么有这种爱好的男生的话 性格一般来说都比较温柔 我希望你能够包容我们的女嘉宾 并且能够感化她 能够消去她的武力值 那么今天你们两位见面之后 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往下看 好的 那现在呢 小高是已经来到我身边了 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高兴旺 通过简单的一个了解 我们大家也知道了 小高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 我暂时用暖男吧 因为毕竟对你这个 最后的定义 咱们先不急着下 初步的了解就是一个暖男 那我们女嘉宾呢 她给自己的标签是什么 钢铁侄女 我非常的好奇 这样的两个人 碰撞到一起 会有什么样的火花 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你自己期不期待 还好 蛮期待的 因为没尝试过 和钢铁侄女交往过 就生活边也没有出现过 钢铁侄女 是吧 你印象中的 你感觉钢铁侄女会什么样子 钢铁侄女的话 我觉得说话做事都比较直 非常直 那确实是 只有直的好处 但是你成不成熟得了 她的直 就要看一会儿 两个人相处的情况了 那现在呢 其实女嘉宾 已经来到我们的身后了 来 我转身看一下 来看看我们女嘉宾 其实我看着 不觉得女嘉宾 是那种非常刚的女生 这种身材 还带一些性感在里面 很女人呢 可能她的直 应该是表现在 她的性格方面吧 我觉得 那就靠你自己去发现了 而且我们女嘉宾 那这个一开场 就要给你带来一份惊喜 可是又眼福了 来欣赏一下女嘉宾的表演 女嘉宾 请开始你的表演 给男嘉宾惊喜的时候到了 用你的 用你自己的方式出场 来 不是要跳舞吗 来 过来 过来 不是精心了 精心地准备了一个开场舞吗 不太好意思 跳舞 最开始不是 那个拍个人采访的时候 跳得很嗨吗 那是我一个人 现在人多了 现在人多了 你是看到男嘉宾不好意思了 对 就是看到他不好意思了 就你给自己的 这个钢铁侄女的 这个标签不符合呀 钢铁侄女不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怎么样 娇羞的这个小女生 因为看到帅哥了 肯定会娇羞啊 钢铁侄女远不例外吧 我对她的定义 是个子挺高的 外形也还行 穿着不是我喜欢的 如果可以打十分的话 我打七分 我对这位女嘉宾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身高啊 然后大 就头发挺长的呀 然后年龄也还差不多 就如果十分打分的话 我可能给个八点八分左右吧 其实我跟男嘉宾刚在这边看啊 都觉得 你说的钢铁侄女 我们觉得不是太像 这个身材啊 一听火辣的 比较性感 然后现在又很娇羞 所以觉得自己值在哪里啊 我遇到她我就不值了 看来男嘉宾 虽然现在还没有说一个字哈 你看你给女嘉宾的能量有多大啊 那你们两个人先打个招呼 说句话吧 现在啊 女嘉宾这样一直娇羞着男嘉宾 来打破这个冰冷的局面 来 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我叫高兴吗 你好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朱娟 好 好 名字挺好听的 那现在呢 两个人哈 这个状态 跟我们预想的有点不一样 不过我相信两个人 一会接触之后 感觉哈 又会有一些起色的 这样我们男嘉宾 来 安排一下 主动一点 那既然到中午这个点了 那我们去 一起吃个饭吧 然后等会儿有个小活动 看来是有安排的了 对对对 非常用心哈 来 女嘉宾接受邀请吗 接受 那就 我放你跟他走了 谢谢 两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都很不错 两个人的个性 也是一冷一热 那到底谁会在 今天的相亲中 采取主动呢 要吃什么 上面开灯这边吧 随便 随便 你看 随便 有砂锅米线 然后还有 饭之类的 我刚刚看了下 这些我都不是很想吃 我想吃蛋炒饭 这里面有蛋炒饭 那可以起立 帮我炒一份吧 可以 OK 我厨艺还不错 谢谢 好 这才刚一见面 男嘉宾就愿意 在女嘉宾面前 展示自己 居家暖男的一面 她的厨艺 能否打动 女嘉宾呢 专为女性打造的 调精养颜 经典名方 新中药 神威牌 四五合计 源自千年 经典调精名方 四五汤 专制女性 月经量少 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只 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 要呵护女性 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 四五合计 那个男嘉宾 你这里面 只有 但没有菜吧 你家里有菜吧 我喜欢吃菜 两人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性格有点值 你可以接受吧 你的值是表现在哪一方面 性格值 还有吗 说话吧 容易得罪人 就是一句话就把对方打死的那种结束 这个说话值可以慢慢改的 以后可以慢慢的换位思考就可以了 你说你说话比较值的话 那你点评一下 今天我的穿着打扮好以怪 你穿的有点土 确实有点值 哪些方面比较土 就我以后好去改善一下 我觉得你身上有三个问题 我不能接受 哪三个呢 你的格子穿上有点土 我挺喜欢这件的 所以我不喜欢它 我喜欢男生穿西装打领带的那种 看起来更成熟更稳重 并有上进心 公司就是要求的话 但是我们还是会穿的 但平时的话 我都差不多都是简约风格 你看我就格子穿上了 就牛仔裤啊 第二个点就是你没刮符子 我喜欢男孩子脸上干干净净的 没有一点瑕疵的 比如说符子让我很不满意 这个确实这两天狼鱼加班 然后就没有刮 最后一个点我不喜欢有刘刘海的男孩子 希望你把这头发立起来 显得更精神一点 这个丁起来 立起来 立起来的话 对 那好像是要打发蜡和发胶的 对吧 然后我不喜欢拉两样东西 她性格确实挺值得 就上来第一天吐槽的就是我穿着比较打扮比较土 就我平时都穿得比较简约 然后今天出来特意打扮了一下 然后她上来就有一点点伤大了我的这种心情 有一点点打击我 是她要我评价她的穿着 我也只能实话实说了 她这种穿着我实在是不喜欢 如果我的那些话伤害到了她 我就跟她道个歉 但是我只针对她的衣服 不针对她的人 一会儿接受我来做洗肌吧 那要看做的 说的事情的严重性吧 就如果太严重的话 我可能有一点不会接受 但是像平时就说话 点名我这些观点的话 我一定会接受的 穿着这一方面的话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各有各的爱好 然后打扮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所以她说的提了这个意见的话 我还是可以参考 略有改 稍微的去改变一下改动 我感觉来加别的性格也是挺好的 我那么打击她 她都不失去 感觉这些个是我喜欢的类型 也许是男嘉宾炒的这盘蛋炒饭 让女嘉宾感到非常地满意 觉得男嘉宾真的是一个很包容的暖男 所以女嘉宾说话也变得非常地直接 当我们提出让她给男嘉宾的这个形象 提出一点意见的时候 女嘉宾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批评男嘉宾 但是每一句话都是跟男嘉宾截然相反的形象 比如说她觉得我喜欢男生突然要立起来 就是那种光溜溜的油头 要西装革履 要打领带 要看起来就是像一个社会精英的样子 那么男嘉宾是一个典型的IT男 穿着IT男的标配T恤衫和格子衬衫 真的是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女嘉宾喜欢的这种形象 倒是让我想起了有一些经常上我们节目的小哥哥 他们是地产中介行业的 我发现他们就是你喜欢的这种油头 西装革履 你早说嘛 早说的话我们就给你介绍一个地产小哥哥了 你看让我们的男嘉宾心里真的是怒火熊熊 现在在极力地克制自己 虽然他没有说什么 但心里绝对是一万头神兽在跑过 那么你们今天相信还会成功吗 让我们一起往下走 虽然女嘉宾的快人快语 让男嘉宾有点措手不及 不过她并没有往心里去 那面对接下来女嘉宾一连串的个性轰炸 男嘉宾能否承受的助难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药消浓郁能治病 滋不养生 福寿长 光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本人游戏 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六 每晚八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不打热线电话 8805 8805 本人游戏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 经典名方新中药 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 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 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我的兴趣爱好 踢歌 那你除了听歌 还有什么比较突出的优点 我喜欢自嗨 我踢着音乐就会嗨起来的那种 自嗨什么 就指的是哪一些方面之类的 踢着音乐就会嗨起来 跳起来的那种 哦 那你不会是蹦迪选手吧 不是 那好 我这人比较温和 就比较喜欢安静 那你能不能接受 我喜欢自嗨这个这个戏格 偶尔也可以嗨一下 其实也挺好的 那你一般自嗨的场所是在哪里了 就比如说酒吧还是街上 或者是家里了 家里 家里 挺好的 不会吵到别人 也不会感觉 就一个人自嗨的话 我就感觉可能有点变异 我觉得你可以 你可以加入进来 给我一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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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一锤 给他一锤 你这个要求太奇特了 如果你自嗨过于太重的话 朝到邻居啊 或者我在睡觉的时候 就你吵到我的话 我可能就有点小激动 可能会 开玩笑说法就是给你一锤 就让你安静一下 他的性格都还挺活泼的 就是自嗨的话 然后在一个人自嗨 在家里 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的 就是放松一下心情之类的 就还能理解 我喜欢在家自嗨 当我嗨过头的时候 我希望你给我一锤 这句话听在直男的耳中 真的是青天霹雳 哪怕是像我这样 见多识广的情感专家 都是被女嘉宾给锤到了 你说你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为什么讲这个话 这么不得体呢 喜欢自嗨 没有问题 但是嗨过头 要别人给你一锤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当我已经嗨到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来控制我 这个话其实完全不需要 说的这么露骨直白的 你可以说我挺喜欢自嗨的 但是有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点忘形 那时候你要辞行一下我 或你管理一下我 但是你要知道哈 自嗨这个事情本身 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对自己的管束能力 是缺乏的 然后你的分寸感也是缺乏的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嗨过头可能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有共同生活的人 那么对别人的生活边界 它也是一种冒犯 那么肯定不会让 跟你一起住的人 感觉到愉快的 这其实是一种缺点 应该改掉 而不是说求垂得垂 如果男嘉宾真的垂了你 跟你一起生活的 以后的男伴真的垂了你 你可能觉得 哇 这是家庭暴力 在男嘉宾眼中 女嘉宾的离奇要求 或许只是一句玩笑话 那女嘉宾的另外一个特殊癖好 男嘉宾又会如何看待呢 我有一个伐草的习惯 你能接受吗 你这个伐草是农业 大学毕业的吧 不是 就是偶尔有的 有人把我惹生气了 我就会去伐草 那你直接说发泄吧 就找草发泄 我懂吧 可能严重点的会砍树 是环境累了你吗 你发草的话 你是在破坏环境 那你就不会感到自责之类的吧 那就这些方面 初恋那么多杂草 罚罪是杂草 我是爱护环境 杂草因为我 他还会感谢我 生气之后 就除了发草 还有没有那些其他的 就过激情为 可能会吵架 吵架 吵架不是那么正常吗 这个那除了吵架 还有其他呢 就比如说摔杯剧啊 那些应该没有吧 可能会 可能会 对 我可能有点不能接受 你看杯子是 平时用来喝水的 就你把它摔了 你又要去买新的喝 这不是很麻烦吗 对吧 不麻烦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欢迎 所以 像这些行为的话 你们 你的家里的人 那些不会管你吗 就不会开导一下你 我家人很宠我 从小跟我奶奶长大 这些行为 对他们来说 都是小事 说实话 有些小事 就组成了大事 我就是这种性格 我钢铁子女 你能包容我吧 我应该是不能的 因为 这些行为 我觉得有点小瑕疵 如果我喜欢这种 这个女生的话 我应该会 叫她慢慢改掉 这些习惯 好吧 然后我觉得 这些习惯 用在社会上的话 肯定会 对自己不好 就容易 过于激怒于别人 其实我也知道 这个方式很极端 但是我也需要 时间慢慢改的 虽然女嘉宾的 这个发泄方式 让男嘉宾无法接受 但她并没有完全 否定女嘉宾 在聊天中 她还是看到了 女嘉宾个性中的 闪光点 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挺多的 就比如说 打游戏啊 然后 养猫算吧 你喜欢小动物吧 我喜欢 好 那挺好的 她有一点让我惊讶的 就是 她比较喜欢小动物 特别 她说的猫 因为我就是 喜欢养猫嘛 然后 这一点让我感到 很惊讶 因为养猫 就喜欢小动物的 都 比较有爱心 今天她给我的感受 就是一个钢铁子女 然后等会儿 带她去 猫咪那个咖啡馆 然后 一起撸撸猫 然后看看她 内心柔软的那一面 就刚才你不是说 你越喜欢小动物吧 然后 我这边跟老板 商量了一下 就 会去参观一下 她那里面养的猫 那女嘉宾能否接触 男嘉宾 抛来的橄榄枝 展露自己温柔的一面 扭转男嘉宾 对自己的印象 爹咬了几只猫 我养了四只 四只 对 一只 一只布偶 然后一只眉短 一只免鹰 还有一只橘猫 都那么肥吧 挺肥的 皮丝咬起来 费不费时间 我觉得不费时间 因为养猫 其实对我来说 就养猫的来说 也是一种享受 有机会 我带你去看看 我养的那几只猫 好的 希望有机会 这里这么多猫 你看着怕不怕 不怕 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刚刚看你喂猫的时候 感觉不是 他们所说的那么直的吗 小动物那么可爱 随着对它指 或者它都不会说话 确实 其实我生活大多数 还是很温柔的 那你哪些是比较温柔呢 就举几个例子 单方面的说一下 比如说看到小猫变的时候 我就会温柔 我看到小孩子的时候 也会温柔 那你对小动物和小朋友 都很温柔的话 那你人应该也挺温和的 就对人那些 我觉得你刚刚和猫 互动的时候挺温柔的 我觉得你以后 可以多展现那一面 然后挺吸引人的 如果你希望温柔的话 我以后会尽所能的 展现我的温柔 喵 喵 其实我刚刚说的那句话 是对来嘉宾说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能 感受到我的心意 其实我也有温柔的一面 希望来嘉宾能够感受得到 总的来说来嘉宾 还是挺不错的 又会下厨 然后又喜欢猫 我希望能够 他一直消除下去 那经过在猫八的互动 男嘉宾会彻底扭转 对于女嘉宾的看法了吗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将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 药消浓郁 能治病 滋不养生 福寿长 光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专为女性打造的 调精养颜 经典名方 新中药 神威牌四五合计 源自千年 经典调精名方 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 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 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 要呵护女性 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 四五合计 刚开始 她不是说 她就发泄方式 就发草啊 然后砍树啊 这个让我印象 有点深刻 然后我可能 对她 有那么一点点 偏见 所以我对最后的选择 还有一点点纠结 男嘉宾的态度 有些摇摆不定 那自称钢铁侄女的 女嘉宾 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来打消男嘉宾的顾虑呢 你看直接现在累了吧 直接脱掉 平时也这样 累了就直接脱掉吗 在大街上也这样子 有过吧 有过啊 那今天这个你看男嘉宾 跟你相处了这么久 特别是我看你在这个 那个猫吧里边的时候 我感觉你还蛮开心的 那你现在的心情是开心而不开心 我现在 对 我现在很开心 很开心 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开心的 就 他在的时候都开心 他不在的时候就不开心 意思就是说 你见到男嘉宾的第一眼 开始就有很好的印象了 对 然后只要跟他在一起 你就是开心的 对 那你现在自己内心来判断 男嘉宾对你的感觉 是不是跟你看到他的感觉 是一样的 他对我的感觉 对 应该是还行 还行 有没有达到那种 就是像你一样 见到他就非常的开心 喜欢这些 没有 还没 对 那那个其实啊 男嘉宾之前 见到你的时候 你们最开始聊天 那个时间段 其实对你的感觉 就是特别特别普通 很平淡 在那个猫疤那个环节里边 其实男嘉宾对你的这个 印象和好感都不断地在提升 而且你在里面的表现 我们都看得到 女生可爱 娇羞什么都有 所以现在他对你的感觉 是蹭蹭蹭地 再往上走的 那要不要继续 把这样的感觉维系下去 再给男嘉宾一些 更好的 更女人的一面 好吧 我们努努力 加油 还好的 现在男嘉宾呢 正在我们的正前方坐着 然后想好没有 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展现